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林大为保险智库于近日在Zoom线上平台成功举办 2021商业第二次讲座 林大为保险总裁林大为担任讲座主持人 主办方特别邀请美国著名华裔商业法律专家李斌律师 南加资深税务法律专家佟志敏律师 两位资深法律专家担任讲座主讲嘉宾 大批来自南加各地的企业界人士 社区民众踊跃上线参加讲座 对于主办方在疫情期间连续举办商业讲座 纷纷表示肯定 2021林大为保险智库第二次商业讲座 于日前在Zoom线上平台如期举行 大批来自南加各地的企业界人士 社区民众踊跃上线参加 他们对于主办方在疫情期间连续举办商业讲座 纷纷表示肯定 讲座于当天下午两点准时开始 资深保险经济 林大为保险经济公司总裁林大为先生 担任讲座主持人 他首先问候各位来宾 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场牌 这一次是我们林大为保险团队第二次讲座 在2月份 每一年我们都会举行一次大的讲座 大家也许可以看到那些很多以前活动的照片 我们刚开始好几年 好多年前是第一次参加专门给商业 给业组所设计的商业讲座 第一年是95元 我记得在希尔本后来越来越跨大到两三倍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 我们这个讲座是专门为做生意人业组所设计的 你看我们每一次都请到专家上个礼拜五 是税务专家黄结峰跟李豪 两位会计师来帮助我们解答很多问题 在线上做了非常好的讲座 到最后我们还延长时间 因为有人开始问问题 所以我讲到这里 就接下来等一下我们演讲的时候 你有什么需要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放到Q&A里面 那我相信李冰律师 彤律师 他们一定会把他们深入浅出的 把他们的专业给大家解释出来 本市讲座主办方特别邀请两位资深法律专家 担任主讲嘉宾 第一位出场的是美国著名华语商业法专家李斌律师 他演讲的题目为 疫情之下商业房东和客户如何应对 乱局之下商业欺诈不减反升 如何提高警惕 我觉得SB91这个法案 它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它是说是关于诉讼方面 因为对我们房东来讲 房客不交房租 我首先想到什么东西 一个要追我的房租 欠的房租 第二干嘛 我要驱逐房客 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房东来讲 非常重要的两个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个SB91呢 还有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 那个房客 房东 你要申请政府的补助的话 大家一起合作来申请 才可以 房东呢 不能说 你到时候直接向政府申请就行了 不是这样子的 你一定要跟房客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合作 把这申请下来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申请不到 对你呢 这个利益呢 造成很大的损失 OK 在这里呢 我们先讲诉讼方面 OK 这我们呢 要比较一下3088 OK AB3088 和现在的SB91 这个区别和 和那个相同的地方在哪里 OK 它总的来讲 是AB3088的一个延伸 去年大家记得 AB3088到1月30号就结束了 OK 2月1号开始 大家可以起诉啊 该什么都可以开始了 对吧 但是呢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加州呢 政府呢 已经把这个这个 这个relief act 这其实是借了联邦给他们 给州政府的一笔这个补助金 OK 29个亿 OK 用这个钱呢 来做这个SB的91 所以呢 他利用这个这个呢 就是说 所以在这个法案里面呢 讲了两个事情 一个诉讼 一个就是怎么样拿到 这个房东怎么样拿到 这个这个补助 就这两个事情 美中工商协会 写手华人保险业 龙头企业 华行保险 于近日在Zoom线上平台 举办了一场线上座谈会 美国乐利杯公司总裁 Alan Uyuh在会场发表演讲 他以其敏锐的目光 读到的见解 告诉大家 如何在疫情及经济冲击挑战下 迎刃而上 逆势成长 今天向大家介绍 美国乐利杯公司总裁 Alan Uyuh演讲的第二部分内容 我们在不断地在从 2020年到2019年 我们有开了不同的仓库 所以你看我们 现在的话 我们手上有 差不多五个仓库在全美国 为什么开这么多仓库呢 我觉得做生意有一样东西 就是分散风险 如果说今天加州 有大地震 那我德州也可以发货 纽约也可以发货 南卡西雅图也可以发货 这也是一点 像我们这一次疫情 加州是最严重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客人 45%的餐厅都关掉了 在加州 是真正的关掉了 有些是永远都不会开了 但是我们在德州的 那个客人餐厅 每个都做得很好 而且越做越好 所以因为德州 没有像加州这么严格限制 你不能开放室内吃饭 那我们在 连华盛顿州或者纽约州州的话 都没有加州这么严重 所以加州是最严重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 你所有的生意都在加州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担心了 但是我们在之前就想到说 我们要把风险分散到别的地方去 很多人都说 在我刚开始做热地震的时候 很多人做餐厅的厨师都讲说 如果你来美国是要赚钱 你就先到外州去 譬如说到奥克亚马州 Kansas、Missouri去赚钱 那边的薪水高 包吃包住厨师 然后那边也好赚 也轻松 你赚完了钱 你要享受生活 你再回到加州 加州税也贵 什么都贵 然后那个条件也不好 工作 那个做生意的环境也不好 你要担心你被政府来找麻烦 你要担心员工告你 你要担心别的律师来找麻烦 你要担心你的网站 你如果没有放ADA 给那个瞎子 忙的人看的那个东西 人家可以告你 勒索你说 你那个网站不够完善 我上你的网站 但是没有配ADA的证明 所以我就不能去你的网站了 所以我要告你 那这些告了告1000个人 那加州的话是欢迎打官司的 所以基本上在加州 你的那个Worker's Com也高 你的风险也高 但是当然了 加州有海边嘛 所以我们的州长也会说 你来加州做生意的话 你有享受到我们的海啊 我们的环境啊 只是今年真的是疫情严重了 你也享受不到 享受不到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在分散风险是一个 你可以考虑的东西 做生意来说的话 那我们在今年的话 我们一开始 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们首先只知道说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所有的客人都不买货了 在4月份的时候 那我们也担心 首先我们能做的 就是说要保存现金 要赶快把 所有的开销都减掉 能减得去减 我相信在场的各位 也是做生意的话 也是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先把你的财务先降下来 你的成本先降下来 那我们也做到了 当然那时候我们在3月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都没有人买口罩 没有人在卖口罩 或者没有口罩 那大家也不戴口罩 像我去德州的时候 95%的人在德州 在3月中旬的时候 都不戴口罩 加州大概70%戴口罩 那个时候 那有一点 你到外面 真的还是买不到口罩 口罩不是那么普遍 然后我就 当初我就想到说 我们可以进一些口罩 服务一下我们的客人 结果没想到 那个美国宣布说 这是说lockdown 大家都在家里 大家在家里 开始要戴口罩了 那个时候口罩 怎么买都买不到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 第一个先空运了 大概2500万个口罩 从4月份陆续空运进来 一天可能要去机场 拿四五遍货都有 那我们首先也帮助了 我们连锁店的客人 还有我们 其他的一些医院也跟我买 还有朋友亲朋好友 过来跟我买 那网上也开始在卖 那时候我们卖了不少 真的卖了很多 到现在为止 我们大概卖了 1.2亿的口罩 到现在为止 当然那个 我们一开始 大概我们是少数的 有空运一些口罩进来的 后来越来越多人 开始在卖口罩 面罩 防守衣 还有其他的东西 手套这些东西的 所以 一开始 价钱是天价 后来是 越来越便宜 到现在Costco 都有在卖9块99 卖一盒口罩了 所以现在普遍化了 口罩已经没有那么多在抢了 后来抢手套 手套也抢了一阵子 以上就是今天 汉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请您记得同时订阅我们 汉天卫视官方 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